楊子瓊以電影《奇異女合玩舊宇宙》 榮獲第八十屆金球獎最佳女主角的薯榮 更加在第九十四屆國家評論協會獎頒獎典禮 拿到最佳女主角 在這獎首位的亞裔影后 二年六十歲的她 成功再創事業高峰 這位香港一代打女楊子瓊 其實是一位馬來西亞的華裔 她在馬來西亞小姐選美競賽中 拿到冠軍的投降出道 後來機緣巧合之下 她就來到香港和周潤發拍廣告 從此就開始在香港影視圈發展 在1986年她因為皇家詩者而成功走紅 成為香港一代打女 之後再接連拍攝多套的電影 成為響譽國際的亞裔演員 創造出屬於她的傳奇故事 而在愛情方面 楊子瓊在1988年和香港商人潘迪生 有過一段三年多的短暫婚姻 當時楊子瓊正值事業上星期 但她都選擇為愛適應 不過這種幸福安逸的生活 並不是她想要的 在多段無疾而終的戀愛 同此事而非的飛聞之後 楊子瓊最終在2004年 遇到大約17年的男朋友 她是前國際戲聯主席 和前任法拉里公司的CEO 她和楊子瓊一樣都是事業有成的人士 而這段戀情至今也邁向第19年 依舊如此甜蜜穩定